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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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我寫很多專欄、社會評論 試圖可以用哲學方式來跟哲學的外行人示範說 其實哲學思考蠻有趣 而且是可以用在你們關心的那些社會議題上面 像今年吵得最兇的議題之一就是古文爭論 國高中、古文必修和古文比例應該要有多少 在這個議題上面我蠻極端的 我的立場是古文比例歸零 在古文必修裡面 我寫了幾篇文章討論這個事 然後引起了一些爭議 所以我發現今年從五六月開始下半年 我每到一個地方演講 台下的人看我的態度就說 朱金安又來佔古文了齁 像我這樣 你們現在裡面可能就會有人覺得說 朱金安講自由主義嗎? 你是來佔古文的吧? 那各位 我今天會介紹自由主義 然後呢 從自由主義出發 告訴你們 為什麼我認為古文應該歸零 好嗎?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事情 在那之前呢 我想從一些例子來出發 因為我剛剛看了幾個老師分享 我發現其實每個人在台上的不同的特色是說 每個老師雖然大部分都是我們是做哲學的 或進行哲學思考的人 但是他在台上分享的時候呢 他會讓你知道 從他的立場出發 他是如何看哲學 哲學對他來說長什麼樣子 有什麼樣運作方式 所以我想學大家我來操作一下 前面花五分鐘我們來run一個例子 大家 等一下 你如果有稍微設列一些哲學文章 或自己想過哲學問題 你應該對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蠻熟悉的 對不對 道德兩難 對吧 你是醫生 你手上五個病人快掛了 欸 早上有人用過這個例子嗎? 還沒? OK 太好了 等一下 兩個小時之後有人上台 然後他沒聽到我用過這個例子 他就在戲 你是醫生 手上五個病人快掛了 他們之所以快掛了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不同器官正在衰竭 你是醫生你很厲害 所以你知道這五個傢伙 你什麼都不做的話 24小時之內一定壞點的 一定掛掉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遊民被推進急診室 這遊民沒什麼重大的傷病啊 他就吃壞肚子而已 我相信以下的事情在台灣不會發生 但是邏輯上你可以想像 你是醫生你需要五個器官 然後你看著那個 吃壞肚子的人 躺在單架上 心裡想說 我們要的都在他身上 OK 所以這個時候邏輯上面 有一個選項是說 要不要偷偷把它給幹掉 然後呢 內臟就拔出來 殺人是很殘忍的事情 但是你現在殺掉一個人 可以救五個 對吧 你想 你殺一個人命有多壞 理論上 救一個人命就有多好 對吧 你照這樣講 殺一個人救五個人 還蠻划算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選擇 好不好 大家都對情況清楚嗎 你是醫生 殺掉一個活生生的人 可以救回五個病人 為了公平己見 讓我們假定 你對這六個人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大致上一無所知 好嗎 所以 在這個情況底下 假設你就算拆了這個人的器官 你也不會有任何法律或道德上的罪惡感或法律的後果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不會選擇 拆掉那個人的器官去救五個人 覺得自己會拆的舉手 如果你旁邊有人舉手 你應該小心一點 對不對 OK 好 非常誠實很好 覺得自己不會拆的舉手 OK 這是壓倒性的比例對不對 但是我沒有覺得很意外 因為我發現 問這個問題 怎麼講呢 在年齡層越大的場子 選擇會拆的人越少 我不確定 有可能有時候對哲學問題的思考 受到你們社會化程度的影響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底下是國中生的場子的話 大概四分之一說我要拆 不知道社會險惡 有些想法藏在心底就好了 但是呢 在這裡啊你可以知道 如果哲學家或做哲學思考的人 他出這個題目給你 他當然不是直接要你給答案而已 對不對 他會繼續問你說 你選擇要拆 選擇不拆 背後想法長什麼樣子 但是你如果光看這個題目 你看喔 給你一個情況 問你一個問題 然後呢 對你的心理做一些分析 像這樣子 你如果選yes 背後常見的理由 可能長什麼樣子 當然不是一定啦 但是選yes的人 背後想法大概長什麼樣子 選no的人 背後想法大概長什麼樣子 給情境 問問題 對你的心理做一些分析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跟我們在流行雜誌上面看到的 一種東西長滿像的 叫做什麼 心理測驗 對不對 如果你來的不是哲學講座 是 我不知道那種講座叫什麼 心理測驗講座好了 你看到的題目可能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對雪碧可樂喝什麼 我發現你們看到這個題目還比較開心 不然我們來做一下好了 好不好 走進房間 桌上有雪碧 也有可樂 喝哪個 喝雪碧的舉手 雪碧組的 OK 謝謝 喝可樂的舉手 好差不多人 如果這個是流行雜誌 你做完測驗 他就給你分析嘛 他分析長什麼樣子 可會長這個樣子 選雪碧代表 你不喜歡藏屍 也不喜歡會藏屍的人 怎麼樣還算準嗎 還不錯對不對 你看雪可樂代表 你不缺朋友 但總會覺得身邊的人 不了解自己 這也蠻準的 對不對 但是你有做些研究 會知道這些 這些心理分析 它其實是作弊寫出來的 心理學上面有一個效應 叫巴納姆效應 巴納姆效應 巴納姆效應是說 有一些特定的書寫方式 特定內容 你寫出來的字呢 會讓每個人去看 他都覺得 對這就在講我 你可以想像 你看喔 誰會覺得自己喜歡藏屍 拜託 最藏屍的 你去問他 他跟你說實話 他都會說沒有啊 對不對 同樣的 這種你不缺朋友 總會覺得身邊的人 不瞭解自己 有多少人會自覺 是不符合這個說明的 對吧 對 巴納姆效應 在流行雜誌 上面的心理測驗專欄 巴納姆效應是被廣泛的使用 它使用的結果是 讀雜誌的人 你可以想像 看得很開心 對不對 這心理測驗真的準 我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讀了之後呢 我對自己有更多掌握 流行雜誌是這樣操作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 當哲學家使用假想實驗來思考的時候 他當然想要的不會是這種 藉由作弊來獲得的感覺很準的假象 對不對 當我們做假想的情況 當我們做選擇 我們想要的真的是 我做這個選擇 可以反映出我身為人重要的某些部分 對吧 哲學家想要的是準的測驗 而不是這種看起來很準 但其實誰來做都一樣準 如果是哲學家來做這個測驗 他心理選項大概長這個樣子 OK 這個叫準的 當然你們看到這個會笑 是因為這個準沒錯啦 但是沒什麼資訊意義 對吧 我做了這個選選幣 我喜歡選幣廢話 我沒有藉由做這個測驗 得到任何關於我的知識 所以哲學家他想要 第一個大概準 至少八成準 再來呢 我做完之後 我可以對自己更加有所了解 對不對 各位這件事情 我進哲學系好幾年 我才慢慢領悟到 如果你讀任何有分量的哲學史 一開始 五十八開始 一定會講到德爾菲神殿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了解你自己 對不對 很多人在介紹哲學的時候會說 這是哲學最重要的精神 我跟早以前也讀到這個 但是我一直不太懂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自己有很多特色 但是我唸的那些哲學想法 感覺都跟我沒什麼關係 但是你看喔 你來對照這個情況 給你一個假想情境 然後呢做些分析 最後呢你進一步研讀哲學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分析 其實百分之九十好了 它大概都會對應到哲學上面一些 有名字的哲學理論或是論典 你可以這樣想像 在面對道德兩難的時候 人們常見的選項 大概就那些了 那哲學家們在今年累月 數千年來的累積 把這些常見的價值上的 道德上的選項 整理開來 所以好幾種 底下有分支 每種分支 每種分支 甚至優點缺點 幫我們整理好 這是在這種意義上 各位哲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自己 道德兩難的情況我會怎麼選 我先選一個 然後接下來我其實就有現成的理論 可以去看說 我的想法 跟哪些哲學家是相近的 再接下來參考他們的論點 我可以進一步了解說 原來我的意識形態或我的價值觀 在面對道德兩難的時候 我會怎麼選 這些選擇是有機可尋 而且我的立場是有些優勢 而且有些缺點是我必須要面對的 如果你認為道德兩難 或道德議題是現在社會上重要的議題 哲學家有點像是在寫攻略本 這個攻略本並不是寫標準答案給我們 而是他先幫我們預測說 如果你在這個想法底下 你是選擇拆細關 那你的立場會有哪些特色 有哪些問題你需要解決 在這個意義上 哲學幫助我們了解自己 現在我們舉的是 我們說規範倫理學的例子 這樣子理論分好幾個層次 規範倫理學算是很基礎 接下來我們想要實用的話 就會逼迫哲學家去產出一些 更能直接運用到社會上面的想法或論點 所以我們有應用倫理學 還有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政治哲學 如果規範倫理學 它是在談一個人面對一個情境應該怎麼做 政治哲學是在談我們想要什麼樣的社會 什麼樣子的政府體制有哪些道德上的好處 正當性公平正義等等 通常我們在談政治哲學 當然很多種理論 你在談理論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不同的理論他們雖然互相衝突 但是每個的出發點 往往都是為了解決人們在政治生活當中 會遇到的一些難題 像是當然每個人的介紹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對我來說 在當代最重要的難題之一是這個 在民主社會 多元社會 不同價值觀如何可能共存 你現在看這個 看這個問題可能覺得很抽象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心裡隨便挑一個 我們正在爭議的社會議題 我告訴你 你在背後一定找得到不同價值觀的爭論 像什麼 我們先從最激烈的講起同獨 同獨議題 骨子裡一部分是在談說 你自我認同是什麼樣的人 對不對 你要跟什麼樣的人 生活在同一個國家 各位這就是價值認同 對不對 多元價值觀的議題 同獨是大的問題 可能有些議題 人會覺得那是小議題 但是小議題 不見得跟多元價值衝突無關 比方說 高中可不可以規定學生要穿制服 服役規定的討論其實也跟價值觀有關 對不對 有人會說 你身為學生 學生本分是要你穿得像個學生的樣子 對不對 另外一些人會說 你是學生 穿制服代表你對學校的認同跟尊重 這些都建立在我們對於學生的想像 跟學生跟學生的關係上面 也是價值觀上面的問題 所以如果台灣社會亂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價值觀互相衝突 那一個社會該如何面對價值觀的衝突 就會是重要問題 我們 好啦 少數人可能期望說 價值觀衝突就大家衝突 政府都別管 但是你可能不見得這樣想 如果你認為價值觀衝突 政府必須先做 必須做些事情 那你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政府怎麼做 怎麼面對這些衝突 才是符合公平正義 尊重自由的做法 在當代政治哲學的討論底下 有一個主張 我認為 它似乎看起來是專門用來處理這種問題 多元價值觀的衝突 就是我們講的自由主義 大家 在這種公開場合 講任何的這種大理論 都是很危險的 你看我現在把它列成 列三條 列很清楚對不對 但是 這種大理論的特色就是 你把它列得越清楚 越會有研究這個的人 待會跳出來說 沒有自由主義哪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很聰明 所以 我在這邊加我理解的 好啦 朱鑑安版本的自由主義 其實這個做法 我覺得這個討論上是蠻健康的 如果兩個人對自由主義有不一樣的理解 那我們應該鼓勵 他們都說出來 對不對 版本不同 差別在哪 我們才可以進一步討論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介紹 我認同版本長這個樣子 首先 社會應該維護每個人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權利 這說法其實蠻抽象的 因為你可以進一步問說 自由跟權利包含哪些 對不對 但是你大概可以想像 但是可以想像就是兩公元講的那些 這樣講有點作弊啦 但是兩公元幫我們列好了對不對 要下列的蠻不錯的 所以我們先這樣用 兩公元保障的那些 就是你有人身自由 你可以擁有財產 你有言論自由 你可以私密通訊 別人不可以管 類似這樣子的 再來呢 自由主義支持 政府或社會應該盡量開放各種機會 讓大家可以活出自己認同的美好人生 這句話聽起來也有點抽象 對不對 什麼是美好人生 各位你覺得今天過得如何 你今天花了五個小時來參加這個 如果你覺得你過得很糟 感覺不是很好回答 對不對 美好人生是你對自己一輩子的期望 長什麼樣子 這個社會你覺得它可以如何幫助你 達成你想要的期望 每個人對美好人生的認定不見得一樣 而且很可能有一些人 他到了十歲到二十歲 可能對自己想要的什麼樣的人生 是沒有固定的看法 沒有特定看法也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自由主義認定的是說 不管你對美好人生的想像是什麼樣子 只要你想要的美好人生在合理範圍之內 那國家應該給你機會去實現 而且必要的話 給你資源上面的挹注 我們必須強調 只有合理範圍的美好人生可以被允許 因為你可以想像很多人 對於人生的期望過於變態 導致於他跟其他人的基本生存的權利會有衝突 如果有一個人他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每天毆打一個小孩子 我才覺得這輩子沒有白活 這種的美好人生很難讓他實現 對不對 跟其他人基本的權利衝突 但總之 只要你對美好人生的想像是合理的 跟其他人基本權利衝突不大 就算你的想像在別人看來很膚淺 國家也要給你機會讓你實現 這是自由主義的精神 之所以會有這種精神 各位 背後論點蠻多種的 但是我自己很有感的一種論點是說 什麼樣的人生是美好人生 其實我們蠻難判斷的 我是說我自己的生活要怎麼過 當然我自己選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說 封為老師的美好人生長什麼樣子 不管我選哪一種 好像都是我僭越了他的某種自主選擇的權利 在幫他決定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美好人生有一種特色 是說 你的你自己選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要談別人的長什麼樣子 你要非常的小心 自由主義的看法 就是這種小心堆積起來的看法 對於別人的美好人生長什麼樣子 我們盡量不強制也不限縮他的機會 讓大家可以自由的去討論跟發覺 你如果看政治哲學上面的一些討論 你會發現 這種對於別人的美好人生小心翼翼的態度 事實上跟很多基本權利是連結在一起的 比方說為什麼自由主義者要非常強調言論自由 因為在一個言論自由極大化的社會 你才可以獲得最多最多元的資訊 這些資訊可以有助於你去探索跟理解 自己想要的人生長什麼樣子 我被丟到社會上面來 除了我的精英組成跟我家庭背景之外 其他是一片空白 我要在那麼大的世界去找我的好生活長什麼樣子 我需要很多資訊 所以一個保障基本言論自由的社會 是可以攻擊我這些多元的資訊 所以在這邊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一二三點雖然分開 但是彼此關聯其實蠻緊密的 再來第三點 自由主義會建議政府如果可以辦得到的話 你盡量在各種美好人生觀當中保持中立 為什麼要保持中立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不知道哪種才是最對的 一個人的美好人生 自己選 我可以說 我被丟到社會上面來 我不知道我是否該怎麼過啊 無從選起 其實這是為什麼政府要有交易資源給人民 對不對 政府給我們一些資源 我養起我的理性 然後收集我的知識 最後自己選 基本自由主義精神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認為的自由主義 你今天坐在台下 但是你沒有義務要覺得我是對的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可能選項的參考 你可以想想它可能會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再來我以同性婚姻為例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種抽象的理論會怎麼樣運用在社會上面 它有哪些理論的後果 第一個 政治自由主義認為 社會應該維護自由跟權力 而且在美好人生觀當中保持中立 所以原則上它會認為 如果這個國家有異性戀婚姻 那這個國家就應該要有同性戀婚姻 除非你可以說明 同性婚姻的成立會帶給社會多大的危害 你比較一下 我們可以允許同性婚姻的合法的話 但是我們大概沒辦法允許一個人說 我要實現我的美好生活 我每天要貶一個小朋友 對不對 這個就是對社會的危害 毆打小朋友 所以討論同性婚姻 自由主義者會說 如果你反對的話 你舉證方式是說 它的成立會代表社會上其他成員什麼危害 沒危害的話 感覺沒什麼理由去反對它 但是另外一面 自由主義者也會支持 我認為這種自由主義 它也會支持 反同者有言論自由 來表達它的政治立場 這背後有些複雜想法吧 比方說 假設我們今天通過 多元性別反歧視言論條例 你講了就發你錢 不然就把你抓去關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要通過這個條例 有一個必要條件 是我們必須在國會裡面 討論得到一個結論是說 反同的歧視言論是道德上不可允許的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ban掉 那這個討論 勢必涉及很多關於 反同歧視言論的論獎 的討論 簡單說 會有很多保守的議員 在這個討論裡面 講超多反同的言論 對吧 因為 當你要討論這個東西的時候 講反同言論 是參與討論的一種正當方式 但是你看喔 如果我們真的藉由國會的程序 把反同言論從台灣這次會ban掉 沒有人可以繼續講 那其實你是剝奪那些非常非常保守的人 繼續為他們的立場發生的機會 在某種意義上 這是你經過一個程序 中斷的接下來在某個議題上面 繼續民主的討論 這是背後的一些比較複雜的論點 那總之 雖然支持同文合法化 但是反對同文者的言論自由 自由主義者是會支持的 但是你會說支持到什麼地步 對不對 如果某個人明知道 我這樣子講了班上的同性戀之後 他回去會去自殺 那我還是講 你還是要支持我講這句話的自由嗎 自由是有限度的 當反同者的言論 如果在一個社會上面 我們有一些證據可以支持說 它已經促成了一種歧視的風氣 讓同志族群在社會上面 沒辦法公平的獲得 實現他們美好人生的各種機會 這樣講很抽象 但是你想 如果我是一個鋼彈模型愛好者 如果這個社會是一個歧視鋼普拉愛好者的社會 我就沒辦法穿鋼普拉衣服到公園去 然後不被人這樣盯著看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我們開放美好人生機會給特定人 這開放蠻微妙的 而且很容易受到歧視氛圍破壞 這邊講的是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 用這個例子我想讓大家知道 自由主義其實蠻精緻的 它制度上面可以開放某些選項 但是它同時也開放不同意這個選項的人的言論自由 不過對於這種言論自由的維護有限度 不能促成歧視 但是它背後的想法其實蠻一致的 每一開放同性婚姻合法化 你就是讓同志沒有同等的機會實現美好人生 讓反同者不能講他反同的話 你是剝奪掉他們 基於自己良心發言的機會 對不對 那如果你讓歧視氛圍長起來 你是剝奪同性便實現美好人生的機會 讓他實現得很不舒服 OK 所以雖然有點複雜跟精緻 但是背後想法在我理解上面是非常類似的 好 這個是我理解的政治自由主義 當然你不見得需要同意啦 你可以想這個問題 我們前面遇到的問題是說 多人社會是事實 那在這個事實底下 不同價值觀衝突該怎麼辦 你可以問的是說 雖然朱家講得很好聽 但是自由主義是最佳選擇 這是可以想的 接下來呢 我進一步來談說 在這個架構底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理解 關於古文爭議的議題 政治自由主義維護基本權力 但是背後是要開放 進入美好人生的機會 但是維護基本權力跟自由 不代表自由主義 會反對任何對自由的前置 比方說他會支持義務教育 因為義務教育雖然是剝奪人們 在你十幾歲的時候隨便亂跑 不上學的自由 但是這個剝奪必要 因為如果沒有義務教育的話 你可能沒有足夠的理性跟知識 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 你也沒有足夠能力可以去 可以成為那種可以參與政治的公民 現代民主社會需要可以參與政治的公民 因為這種公民過少我們就變成民粹社會 會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六法全書唯一死刑 如果合格公民過少 我們立法院可能就會通過這種法案 通過這個法案 其實是在讓政府去壓迫人民的基本自由 違背自由主義的第一個原則 所以在自由主義底下 我們還是可以支持政府去限縮人民的自由 但是要有好理由 比方說義務教育 其中的理由是要養成有公眾能力跟理解能力的公民 讓他們可以監督政府 不要讓政府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接下來 古文爭議 這個講座我不會給出什麼決定性的結論 因為時間沒那麼多 但是我列舉幾個支持古文必修的理由 然後呢跟大家說明自由主義會怎麼看待這些理由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在示範說 我理解的自由主義是可以怎麼回應這些社會上面的問題 第一個 第一種說法是為什麼讀古文 因為我們要傳承中華文化嘛 我知道很多人現在你心裡想是說 那是你的中華文化 那媽也不是我的 但是你退後一步想 就算是對於那種心裡可以認同的人 這個說法是不是可以成立 自由主義的想法會是這樣子 首先 必修本身是一個剝奪自由的做法 背後要有好理由 傳承中華文化是不是好理由 自由主義說NO 為什麼 因為當你說你你你要傳承中華文化 你等於是在指導其他人的美好人生該怎麼過 對不對 是要以一個中國人有中華文化認同的身份 去過完自己一輩子 所以這個反對意見蠻直接了當的 傳承中華文化入必修 是違背了在各種美好人生觀當中 保持中立的精神 我們可以同意 經營在中華文化當中的生活方式 是一種美好人生觀 但是 強迫大家都要花時間去學這種美好人生觀 是不太公平的一件事 我最喜歡的例子就是 我覺得會做鋼彈模型的人生還不錯 對不對 但是我不會說國中要必修 對鋼彭啦 不能幹這種事情 再來 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文言文教育可以提升當代溝通的能力 大家注意喔 這個論點有點扣到前面 我們談義務教育背後目標的說法 對不對 自由主義者像是我 我可以同意義務教育的目的之一 是要把人培養成可以跟其他人溝通 然後監督政府討論公共事務的公民 但是 在這裡 就算讀古文對於提升當代溝通能力有幫助 我懷疑沒什麼幫助啦 但是 假設它有幫助我們要問的是 古文跟其他選項 哪些選項是特別有幫助的 因為 如果在很多很有幫助的選項當中 你說OK文言文就是你的 這一樣不太公平 對不對 因為你是以文言文OK 其他不OK來做篩選 這個說法一樣 它是違背了在美好的人生觀當中 保持中立的精神 另外一個類似的論點是這個 讀古文有助於了解當代社會 背後想法有點像是說 你可能喜歡你可能不喜歡 但是你不能否認 台灣文化很多成分是繼承儒家而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現在台灣的社會議題當中 有很多成分是跟我們繼承儒家的因子有關係 有好的有壞的 但是如果你不讀儒家 比方說 你可能沒辦法看台灣的文化 看得那麼準 分析得那麼準 所以 讀古文讓你了解現在台灣的社會 你要了解現在台灣社會 你才能成為監督政府的好公民 對不對 你看社會現象看得準 你知道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你在公聽會的時候 你就給出對的意見 比方說 我對於這個論點的看法 跟提升溝通能力有點類似 在這個時候 舉證責任會回到那些 認為古文有這個效果的人身上 我覺得這個理論上有可能是事實 也是有可能提出良好舉證的 但是舉證是必須要做 才能讓這個論點過關 好 再來 最後一個論點 讀古文可以讓人發現一種美好的人生 我最認同的美好人生是 鋼彈模型 PS4 加上啤酒 有很多人跟我不一樣 很多人的美好人生成分裡面 有很多 他覺得有深度 而且美妙的中國古代文學或是經典 那這種人會說 如果你一輩子 你沒有機會知道 古文的奧妙跟美好 那對你來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這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知道 你沒做鋼彈模型對不對 做鋼彈模型其實很好玩 你沒做是一種可惜 但是 我可以同意喔 其實 因為每個人知識有限 對不對 你完全可以想像 雖然我滿滿意現在的生活 但是可能有一些生活 比我現在的生活 更能讓我滿意 而且成本更少 但是我不知道 這可能性存在 對不對 這可能性存在 你就必須同意說 如果我竟然不知道 蠻可惜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依照這個說法 去讓古文進入必修 各位 那我們要不要讓鋼彈模型組裝進入必修 我們必須讓超級超級多 好吧 就算你說 你要讓鋼彈模型組裝進入必修 是在 是在助長 是在助長資本主義 然後徒弟特定廠商 這些我都OK 但是你就算不談鋼彈模型組裝 跟 中國 跟中華文化的人生比起來 美好人生的那種相對應的選項 其實超級多 對不對 古西亞的藝術 什麼什麼什麼的 如果這個理由 可以成為讓 中國古文進入義務教育的理由 那這個理由 會成為讓超級超級多東西 進入義務教育的理由 在這種情況底下 各位 我們的義務教育可能要 每個禮拜要花超過一百個小時 才能完成 對 這個是我想討論的 我想討論的最後一個論點 那 另外一個補充是說 你會發現 從 從義務教育開始到現在 大部分決定義務教育內容的人 大概都不會是底層沒知識的人 他會是知識界頂端的知識分子 所以 如果我們認為義務教育是可以 要加入一些讓別人發覺美好人生的元素 我們有一件事情值得擔心 就是我們可能會淪為是 我身為少數的知識分子 我以自己的世界觀 來替博大眾設計 我覺得對他們好的 探索人生觀方式 這個準不準我覺得蠻難說的 但是我認為 每個人 只要你是有自己專業領域的人 你難免會有一種想法 認為我做這東西蠻重要的 像我做分析哲學 底下的自由意志討論 自由意志其實是一個很小很小的領域 但是我覺得它很重要 我每個人都有自己覺得重要的 自己的專業 但是 在討論到我們要 把哪些東西放進義務教育 去推薦給那些學生學的時候 我認為我們要忍住 就是說 自由意志超重要 三個學習上這個東西 因為你想想看 每個跟你有不同專業的人 大家都這樣子想 最後結果就是 我們從國中生就開始過勞死 對不對 現在其實蠻接近的 對吧 我自己對於國高中教育的想像 其實是三點放學 我覺得上課時數太高了 我認為如果我們真的認真看待 國高中要讓小朋友去探索自己的 美好生活長什麼樣子 我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 減少上課時數 他在下課的時候 他自己去幹一些有趣的事嘛 哪還需要你教 國中生、高中生 找樂子他們也是蠻會的 好 各位 以上是我的報告 在最後列了一個表 這個表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話 哪些選項是你可以做的 我今天的報告大概有兩個大前提 第一個大前提是 我是從自由主義出發 來論證為什麼 支持古文的一些理由不能成立 所以 如果你不同意自由主義 那你大概就不會同意我的結論 就算你同意自由主義 你會同意我的結論嗎?不見得 因為 當我在說明自由主義 為什麼會反對古文必修的時候 我的說明是有可能出錯的 所以 第一個 你是否同意我這個版本 對自由主義的說法 第二個 你是否同意我從自由主義 推論到反對古文必修 中間的推論 那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的報告呢 可以讓 第一個 讓大家大概了解 我心裡想的自由主義 長什麼樣子 第二個 你也可以藉由這些思考 來大概知道 做哲學的人互相爭論的時候 他的程序跟方式 可以長什麼樣子 好嗎 我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